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万 继续再回到 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在节目当中会邀请到了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太阳生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做提点 而在今天的单元当中 来跟大家谈谈了行情这件事情 虽然说我们每一个人 好像讲到了行情 都会觉得有一点现实 不过真的 不管是我们在做经济投资 或者是在看公司行号 我们都会看他值不值得投资 其实我们的人也是 如何让自己自我提升 由内而外散发出了一个好的氛围 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 好像值得交朋友 值得投资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再度邀请到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汤生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像是现在在台湾这边 大家每天都在看这个股票啊 现在已经越来越热了 那当然要做一个股票投资 其实有很多那些达人 都会来跟大家分析嘛 你要看什么EPS啊 要看这个线怎么跑之类的 其实呢 就是看这个公司 到底值不值得投资 不管是他们在产品的良率啊 或者他们在未来的展望性 产品的特性等等的 其实我们在选择要投资 一个标的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会多方研究 但是其实我们讲到了人 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内容 我们要来进行研究 这个就是我们的行情了 到底我们自己的行情 现在是如何 我们要如何去做 自我的审视呢 导师 我想这个一切还是结果论 有些人觉得自己很有行情 但是真的在被红尘洗了以后 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认知 跟事实是差距很大 但是如果你没有来这样子一招 他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几分 他原先给自己打100分 就一出去才知道 哎呀 相差甚远 那有些人他苦读了多少年的书 那全部家人亲戚朋友 看了都很看好这个人 但是毕了业 可能第一份工作找的还不错 但是后来就越来越每况愈下 那跟其他人的看法不一样的结果发生 那里面一定有个原因 那这个原因如果没有找出来 那大家都会百思不解啊 为什么他是名校毕业的啊 从小看到他天天拿奖状啊 为什么后来是好像都不尽人意啊 诸如此类的呢 如果没有一个实质的 好像这样子的一个考试啊 被真正的洗礼 你就不知道到底是几分的状态 那就会影响了自己 对自己未来的一个评估 那如果评估之后 真的是几分 那也就是在当时的结果 但不代表他是一个斗点 他应该是一个据点 那我们就继续的努力继续的 不管是投资自己 还是被人家投资 还是怎么样的话 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英文讲的这一个response 就是你自己投资自己 或者别人投资你 你总是要一个回馈 让人家知道现在到底程度成长多少 分数加了多少 那你说你天天去补习 天天去上课 这个活动那个活动 但是好像生活境也没改 然后际遇比以前还糟 那天天忙来忙去 也不知道忙什么的时候 那你就会觉得 那这样继续下去 还是分数不但没加 还是扣分的 那如果现在不想清楚 那是不是后面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就很可惜 所以我想这些投资不投资与否 重点还是实质的考评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像导师刚才所说的 其实讲到了行情 好像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会第一时间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不管是文凭 或者是我们的学历学问 或者是平常就很常 参加一些活动 参加一些课程 好像把自己投资的 非常的好 就会觉得好像很上进 然后也是乐于学习 但是其实讲过来 这些都是一个过程 但是有没有在自己的 一个言行举止 或者是一个表现表达 上面真的恰如其分的 来展现自己的 这样子一个行情 其实有的时候 不管是学历文凭再高的人 但是有的时候 也展现不出 这样子一个行情 或者是好像一直不断的读书 但是也没有展现出 这样子一个风情 那这样子是不是 白忙一场呢 道士 所以人生很妙 就看你怎么看 那你说你一直在投资自己 后来没有得到答案 如果当时就知道问题的话 赶紧看怎么样来突破 那可能就是 穷则变变则通嘛 但如果当时觉得说 不至于吧 我这么样的名校毕业的 只是他们不懂我 他们不知道 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给自己台阶下的话 那就背道而驰 那等到后来真的是 没有任何余地 让他再翻身的时候 他才知道他真正错了 所以这还是要 明眼人啊 有智慧的来看自己的前行 各方面的配合 是不是那样子 我想这些都是蛮重要的配套 就是真的要全方位 一起来做提升啦 不能只有片面或者是单方面 要如何从内而外 达到了这样子 就是好的一个行情 或者是呢 自己展现出好的一个价值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其实我觉得在现在啊 世界上面 其实有很多人 其实我就知道 投资自己这件事 其实很重要的 但是他们会选择的面向呢 就是在外在的投资 不管是做一些 像是整形啊 医美啊 或者是呢 用一些的精品的衣服包包 来包装自己的外表 好像呢就觉得说 哦这个就是自我投资 非常重要的一步 就觉得自己把外在打理好了 好像呢 这个行情也会跟着好起来 这到底是不是一个 正确的价值观呢 导师 其实人要益装 佛要精装嘛 你说投资外表 那也是给自己加分的可能了 那有加分 终归还是对自己有帮助 但是只有在这一部分注意 其他都没加分的时候 那外表也不尽然 是让你拿到全部分数的 所以然 那这个东西呢 你跟没有很多历练的人讲 他不相信 他觉得 现在就是看这个 但是他如果 吃过几次亏 然后再看到世间 评判的很多事情 并不是在外表上 打分数而已的时候 他才知道 好多前辈们 书本上在讲的人 要各方面的充实 那是真实不虚的硬道理 那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各方面的培养投资 也都是让自己 趋向完美的一步 但是只有 执着在某一步 那就是在其他方面 会有所缺失 那各种还是要客观 理性的来斟酌 我想这些东西 也是在所谓的智慧与否 一起相不相成下 才会有一个着落 是这样子 没错 感觉真的是要方方面面的来 有着好的一个投资 就像我们的公司一样 不可能只有我们的产品 哇 这个非常的精美 然后技术不断的精进 当然在内部的治理 在一个经营 营运的管理上面 其实也是要面面俱到 这样才能展现出 一个好的价值 让投资人也可以信任 然后交出来的每一季 每一年度的成绩单 也可以让股东看得满意 其实我们自己做人也是 要不断的从内而外来 精进自己 但是也不能走偏了路 可能只投资部分的自己 其实我们真的要 从内而外散发出来 这样子一个光芒 也真的不容易 那当然其实有的时候 外在其实比较好做投资 就是可以透过了一些 金钱的花费 可能就可以在外在上面 不管是我们的穿搭 在妆容上面的调整 其实也可以让我们 每个人充满自信 但是我觉得最困难的 还是内在的投资了 有没有学问 或者是自己说话 谈吐的一个风采 其实有的时候是最困难 但是这个到底要 从哪里做学习 或者是哪里去做练习的导师 所以这边就有个观念 就是说我们一讲到投资 就好像是你要花钱 然后去跟怎么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学到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投资 其实我倒觉得有的时候 投资自己 是自己给自己机会 在随时随地分秒间 自己给自己在学习 自学的过程中 在你看到万事万物 反馈回来自己提醒自己的诸多点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像刚刚子蓉说 比如说你谈话 应对进退 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细心的给自己 留着审视自己 在各种言行举止上的一个互动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自己 到底哪句话是对 哪句话是错 但是如果你给自己机会 自己投资自己这样子的耐性 这样子的细心 来看待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 其实久而久之 你在这里面也会自我学习到很多东西 是不是就在别人不注意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却把很多东西 默默的就矫正了 就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我想这也是一大重点 所以其实在这样子一个投资的过程 真的不能只看片面 所以要如何去做这样子一个好的自我投资 其实真的是还蛮重要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啦 就想一想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投资 好像现在还停留在某一个阶段 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一个人 就是人生的各个不同的阶段 学生时期可能出了社会 一阵子到了可能比较中正年或老年 其实好像每一个人 在每个时期不同的投资的一个 算是比重都不太一样 像是当然在学生时期 就是最大的投资 就是在读书嘛 增广见闻的部分 那像是在出社会之后 要如何去累积自己的实力 在专业上面不断的精进 其实这个也是自我的投资 那但是可能到了中壮年 可能在我们的人际关系 家庭上面的一个投资 其实也是比重分配不一样 哇这样子发现 其实人真的还蛮忙的 我们要如何在善用 我们自己有限的时间当中 做每个不同阶段 不同算是比例的投资呢 这就见仁见智了 对不对 你比如说有些人觉得外表很重要 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投资在上面 然后内在的投资呢 他觉得还好 这还过得了 那他也没那么注意 那随着年税的不同 各种机会点的不同 实物面的不同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几年在哪一些方面很重要 那几年又换成另外几方面很重要 但是每次在看的时候都觉得说 哎呀如果早知道 早投资自己在这几方面 那老早就升官发财了 但是总是千金难买早知道 那如果能够自己预估自己的一些 或者是方方面面都老早 都能够兼顾的话 那我觉得这种全面性的投资自己 各方面的大小细节都能够注意到 未雨绸缪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 比较一劳永逸的方法来 面对自己的未来 那你说如果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那么这会儿才觉得 哎呀要花一些制装费买买衣服 哎这衣服钱花了 这个也穿的OK了 哎又发现 现在不是衣服的重点了 又是别的重点 如果一直在这样被追着跑的话 我觉得也是蛮累的 所以还是智慧能够给自己把关 各方面是不是都能够 从容的增长成功的这种脚步越来越近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随时要自我打分数 自我来评比的 不能被别人追着跑 要如何呢 发现自己的不足 赶快呢先行的做补强 把自己呢投资好 把自己呢精进好 其实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解决方法 不过呢真的说到了 在自己的行情或者是自己的价值要如何做提升 让自己呢投资自己变成非常的有成效 让别人觉得 哎你这个人好像值得深交 值得交往哦 那其实真的要从方方面面开始做起了 不过还有哪些面向我们要面面俱到呢 休息一下咯 先来听个歌曲来送哈 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荣耀天 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 待会儿持续再回到了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 持续在节目当中提点咯 再送我饬着 要是传歌远远圈 有人平静蹈海浪纵成全 再把精彩荣耀归于甜 真情仙苍天 人平静鲜焊 中占视篇 所有成就世 sed 爱在都是圆与甜 珍惜恩典 在云彩漫天 风帆翩翩 爱的甘伦要缺绵 我心深处总像花的缘 把一切好事穿个圆圆圈 人平静套海浪总成全 再把精彩荣耀为雨天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三个阶段 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 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声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继续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就连美国的股神巴菲特他都曾经讲过一句话 虽然说在市场当中做投资其实让他也赚了很多的钱 也成为了世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操作者 但是他讲过一句话就是 没有一项投资的投资报酬率会高过投资自己 就表示说要如何的精进自己 其实就连股神巴菲特他都是非常的赞同的 但是到底要如何自我投资 让自己变成一个有价值有行情的人呢 这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而且我觉得好像投资自己要及早开始 有的时候就像刚才导师所说的 可是我们看到了东墙需要补再补齐 那看到了西墙又露了一脚在补 好像真的是有点缓不济机 但是要如何及早的开始投资 是不是有的时候也需要经过一些提点 或者是其他朋友的一些协助帮忙 其实也可以早日开始投资自己这条道路呢 我觉得这就是跟每个人的观念息息相关 有些人他会不自觉的就很想在随时随地 只要有机会他就想学习 想要做调整 想要有突破的各种成长的机会 但是有些人他就觉得 这个学校都已经毕业了 还需要每天那么累吗 那每天能够吃饱了 休息一下享受一下 那也是一天 那现在不好好珍惜这个享受的时光 什么时候珍惜呢 所以真正精进的人跟随时要享受的人 多少年之后他们两个的差距可能就很大了 但是你问想要享受的人 他一定告诉你没有错 至少他抓住了时间享受 但是精进的人他觉得他把握了各种可能性成长的机会 所以什么是真正来告诉自己 究竟是不是很balance呢 就是他现实的现况 如果他没有精进 然后导致后面各种的损失或者是不尽人意的这种际遇 有一天他知道说如果 有很多的如果 但是至少这一刻 前面多少个如果没有把握住 所以心中是有点落寞的 觉得为什么总是没有抓住机会呢 在那个时候 他可能他的逻辑就会改变了 那人就是这样子 如果自己没有一个客观的态度 一个比较敞开胸怀的心 你经常会觉得自我现阶段是OK的OK的 直到很大的一个震撼的洗礼的时候 才发现不足 往往那个时候比较来不及补强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做中学学中做 随时每一天的日常生活 分分秒秒间 都是学习的好时光 都是成长的一个基础点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你就不会排斥各种可能学习的机会 那如此一来呢 你会发现你就好像一个 吸各种好事的一个机器一样 到处都给你各种的资讯 然后你都有自己的一个意志 把全部吸进来 所以假以时日呢 你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跟别人就是那么不一样 你身上好像是一本活字典 只要找到你全部都搞定 那如果你的朋友这样感觉 家人这样感觉 在公司行号里面 也这样感觉你的能力的时候 那就是各方面的配合之下 无往不利的事实 至少在信心度上就已经提升了 在食物面上 只要没有有漏啊 或者是五一天鱼 再十天往 只要没有这些的错误的做法的话 往往这类人的 他的成功几率会很大的 嗯没错 但是呢就像导师所说的 就是呢不排斥或者是持之以恒 真的非常的重要 像现代人啊 常常不管在任何的议题上面 讲的一句话就是 啊我没时间了 像是呢知道运动非常的重要 对于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都会说啊没时间了 知道了学习各项的新技能 专业很重要 但是会想说啊 我现在工作就很忙了 没时间了 其实这个没时间也变成了 很多现代人的一个借口 或者是呢常常拿出来讲的 推脱之词 但是哎到底在投资自己上面 这个时间是不是真的有 其实也要看自己如何去想哎 倒是 我觉得现在时间越来越快 一天一晃就过了 其实你说你 无所事事的时候 你在那边稍微看一下手机 就一个小时 嗯 你说一个小时 说快吗 你如果继续做完那边 搞不好一个晚上就做完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啊去上一个什么课 或者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project 然后赶快的去完成 哎你发现这个时间是可以挤的出来的 那现在也有些人说 哇这生活过那么紧 压力太大 所以没办法一件又一件的这样子消化不了 所以因为他的一个坚持 所以就变成一天只能做几件事情 所以一晃一眼就一年一年一年 那人家讲起来说 为什么你不去学点东西呢 因为没时间 那为什么没时间呢 他也会讲呢 他说哎呀 生活有多苦啊 就一大堆理由 但是毕竟啊 这些的现实 还是最后自己要买单 自己要面对 所以别人只是 像过客一样的提醒我们 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抓住机会 真正的看到事情的精髓 能够找到各种可能成长的这种机缘 帮助我们好顺水推舟的 就这么样的一点一滴的步向前 走上去以后呢 就看到了各种可能提升的成绩也好 机会也好 际遇各方面都来找到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想这种是不是可以自助人助天助的 一个想法是相当重要 给自己在未来创与否 机会与否 还有这样子的苦或乐的结果与否 其实都占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呢 其实真的要不要投资自己 或者是要不要做好好的学习 其实真的就是超知在己 看自己呢如何想 就算呢再忙碌的时间都可以拨控 来做一点学习 让自己呢有所提升和成长 但是呢 到底要如何开启这个第一步 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好像也要开始先来检视自己 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公司一样 就来看看 自己的各个面向是不是都已经具足 然后呢来检视到底有哪一些需要做调整和精进的地方 那可能等我们剖析开来 发现了自己有哪里哪里的不足 哇 说不定呢 这样子就发现说 自己好像在这个能力上面 或者是在各方各面 其实都有着更多需要去做补偿的一个第一步 所以呢其实我们要开始做学习做投资的第一步 好像就是认识自己开始 然后呢再开始从中来反省 或者是呢来好好的改过自己的不好的缺失 其实从了解自己开始做一个自我的投资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 导师 的确这个认识自己啊 其实是蛮重要的 其实很多人已经说了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自己呢 我相当了解 我相当什么什么 但是他做出来的许多结果 就的确是不是那么的认识自己 所以我想有时候就是要对自己严格一点 不是说我认不认识自己用头脑想一下 稍微沾一点 那就解决了这些的一个思绪 我们真的要坐下来 这个拿着一张白纸 然后呢在各个层面上 哪怕是以一个礼拜为由 我们想着每一天进进出出 各种可能性的一个时机点 我们都在看 就好像这个一个审视着 每一个画面环节 是不是真的在哪一些是要来赶快补强 我想就是真正坐下来 想清楚 然后把这画面调动出来 看得清楚的时候 你也才能够比较 有他的一个正当性 把这个需要补强面 写在白纸上 那千万不要说 我有想 其实想一下就可能就过了 但你把它写在白纸上的时候 有评有据 你也不会因为隔两天记性不好忘了 或者是给自己就等于是打马虎眼 至少想过 至少我对自己各方面也都审视过 但是这个程度不一样 后面的结果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应该是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言以律己的部分 来正视自己各方面 到底哪一些需要补强 哪一些需要赶快的调整 哪一些赶快要未雨绸缪的 想方法的 去怎么样的达成 怎么样的一个阶段性的成长 我想这些东西 还是要很务实的 才会让自己真正有所获 而不能就是蜻蜓点水的 那么一直下去 其实最后自己也傻了 到底是哪里要补强 他可能也搞不清楚的情况下 也就是这样子 糊隆糊隆的 就一过十年 二十年一辈子了 所以都要很小心的 没错 要如何务实 然后再翻翻秒秒间呢 来提醒自己说 我哪里要精进 然后要从哪里开始 做一个补强和学习 其实真的自我的提醒提点 也真的非常的重要 像是呢 其实在我们的超级医生 秘密码系统当中 其实导师也不断的来提点大家 其实呢 我们要从分分秒秒间就开始 落实 然后做学习 不能只是空想 而是我们要真的起而行去做 那在做了之后 其实就会发现说 哇我们每一个改变 可能都可以让我们有着很明显 或者是有实质上面的一个提升和精进 但是有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那如何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 分分秒秒间 其实也是一个还蛮不简单的事情 耶导师 所以有些人就会说 我不是不知道 是我现在没心情 或者是我不想 怎么什么什么 一大堆理由 那你真的问他说 为什么呢 他就会跟你讲 因为原因一 原因二 很多的原因 我看了一下呢 我觉得一个人有没有朝气活力 以及他要改变的决心与否 就会导致他后面会不会执行 以及执行后再来研究 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 要继续的再补枪 那这里面呢 我又发现了 跟一个人的能量 正能量与否 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一个人的正能量 比较足的时候 他的心比较容易往正面 就是这样子的 想要自己成大气的 这种正向发展 来期许自己 当一个人的正能量少 负能量多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 他就总会有一种悲观的想法 感觉 或者他所见到的 都是别人没见到的悲哀 所以就因为这些的让他分心 他就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 或者专心的程度 在他是不是能够去提升自己 精进自己的这些主题上 所以这样子的一来一往 正能量与否 其实是里面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而有些人说 我也懂正能量 我唱首歌 或者是我怎么样的去 想着一些励志的金句 可能我就正能量就来咯 但是想归想 做的时候 跟实质面 操作面 还是有差异的 所以在这个分秒间 如何调动正能量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他不管你有学过多少的课 有看过多少的书 但是你的内心 这个身心灵不聚合 或者是 在你的内心的这种能量场 它不够 所以它就会导致你很多的判断 或者是做法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在那个时候 就是觉得那样子 可以得过且过 那你真的说 哎呀时间不多 你要抓住人生的机会 其实 人就是 能量场不足的时候 这些被人家勉励的话 可能就觉得是 听不下去的 很刺耳的毒药 那这些如果我们有个好的方法 把自己的正能量能够提升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个 有跟没有 二者之间的差异性非常非常大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鼓励 所有的听众 读者都来做实验 是不是超级生命密码 是让你最容易提升自己的正能量 然后来面对自己的人生 运用我们整个系统 非常有效的诸多方法 这样你就能够四两拨千斤的 让精神不留白 而且是对自己有着非常丰富 圆满的交代 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 没错 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一个精神当中 其实都是透过了 比较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先前的先了解之后 但是后面的功课 反而是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要要求自己的一个成果 如何把我们的学习 落实在生活当中 方方面面的做精进和调整 有的时候呢 A真的也需要花一点点的苦工 但是呢 有没有在时时刻刻当中 好好的来投资自己 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但是要如何的去做投资 如何让自己的能量调动 可以让自己能更上一层楼 如果大家呢 也好像常常找不到方法的话 也欢迎大家咯 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先前来认识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那欢迎大家呢 可以先在网络上面搜寻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脸书粉丝团 在手机当中 也有帮大家建制了手机的APP 在当中都会有很多 好听的歌曲之外 还有课程的讯息 很多不同的一些学习资源 都放在网络上面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学习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实体的课程活动 大家也不妨透过了实体的课程 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分享了 在我们全世界各地 各个不同的城市 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精英会当中会一起来分享 导读到太阳声德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还有学员读者们 彼此分享的时间 透过了彼此的分享和学习 其实可以让我们很多的事情 越变越明越理越清呢 所以也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了精英会 一起来做学习和互动了 不过呢 如果大家对于 不管是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或者是我们的精英会 有任何想要更加实际询问 想要拨打电话的话 那也欢迎大家 先把电话抄写起来 在我们的一般上班时间 拨打到台北这边来做询问了 我们的台北电话是 02 5599 5439 台北的电话是 02 5599 5439 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学习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方方面面一起来做提升 让自己呢 成为一个值得投资的人了 在今天节目当中 再次感恩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 感恩导师 谢谢子蓉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 太阳生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的提点和建言 而今天的福到你家 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节目最后来送上 这首是来自太阳生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邀你幸福 因为之后呢 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 我们在下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FM04.1空中再会 拜拜 愿我只爱的心要你幸福 喜欢这种感觉好幸福 平水相放竟然要你祝福 愿你珍惜一起不贪图 也许你也会 对红尘有色感触 只有任人幸福 世界才幸福 这滋味甜甜 胜过八八骨 任心非 放弄你放弄着 放弄着 尘半足 人生中会这么的幸福 有你幸福 甜甜的豪福 感恩中又不要忘记 感恩中又不要忘记 最欧负 分享天的爱 才能有平安幸福 有你幸福 好幸福 好幸福 幸福 也许你也会对红尘有所感触 只有任人幸福世界才幸福 这滋味天天生活把保护 任心非算值着整半途 人生就会这么的幸福 要你幸福天天的豪富 能够拥有目标忘记才能复 奔向天地爱才能够平安幸福 要你幸福如烛火团锦组 好幸福 好幸福 要你幸福梦中花团锦组 好幸福 好幸福 要你幸福梦中花团锦组 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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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幸福 好幸福 好幸福 那么уляр 在拍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